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患者60多岁的女性从近处可以看到 她的手心有很多的小水泡 这种水泡出现的时候是搔痒 必须得使劲挠把水泡挠破了 甚至流出一些黄水来 这个搔痒才能止住 并不是她想挠 有的时候控制自己 但是睡梦中就不自觉地挠了 这类的病症中医都统称为湿疹 西医也叫湿疹 根本原因中医认为是脾胃虚弱 有湿热内孕导致的 所以这类的患者 一般就会有脾虚的表现 舌弹变质痕 舌头胖大 然后平常还有大便不爽 排便不静的这种感觉 脾胃虚弱 失业内孕 导致的湿疹应该咋缓解呢 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就以健脾 清理湿热为主 健脾的药物 例如白猪 茯苓 清理湿热的 我们再加上义仁 连翘 这类的药物为主方 但是这类的病症一般缠绵难遇 毕竟失邪弥漫 中医讲失为阴邪 它是缠绵难遇的 所以这类的病症 治疗起来都得以月计算 因为体内有湿气 我们这类的患者 一定要少吃油腻的 而且有的患者体内有热 我们知道鱼生火肉生痰 对吧 我们日常说的韭菜 羊肉 都是偏温性 容易助长湿热的 这类的患者一定要几口 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大家好 我是楚军 大家好 我是你的大盈盈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 随时进行互动 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种休闲生活方式 火了 我跟你说 碳火 壁子 还有茶 不用往下说 说到这儿我就知道 围炉煮茶嘛 这可是今年冬天 最有氛围感的事了 你看看啊 约上个三五好友 然后呢 坐在炉子旁边 这边煮着茶 旁边烤着地瓜呀 桂圆呀 行 行 行 等会儿 还烤啥 说一说吃货本性 暴露无遗 我跟你讲啊 不是 楚哥 我跟你说 你这年轻人的快乐 你不懂 我跟你说年轻人 我可得提醒你啊 我很善意啊 别为了氛围感 丢了安全感 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也是来提示我们安全感 一定要拉满的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四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包义军医生 有请包老师 欢迎包老师 大家好 包老师您看啊 最近全国都出现了一批 叫围炉煮茶中毒的案例 是不是这主要都是 一氧化碳中毒 没错 是一氧化碳中毒 主要在于人处在 一氧化碳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我们煤气邪路 烫火的取暖 现在围炉煮茶这种呢挺火 没错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围炉煮茶是挺惬意的 但是实际上是有危险的 都会产生烟化碳 人要长期暴露在 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可能会产生 烟化碳中毒的症状 但是咱说哈 你看有人煮茶 煮出了各种氛围感 有人呢却煮进了医院 这个不是所有这个煮茶 都是有危险的吧 是不是咱们得 给它好好分析一下 没错 那好 那咱们就排查一下呗 对吧 出现的问题都是哪儿 咱们可能没做对 来 围炉煮茶 先说烧火的时候 从烧火开始说 大伙能看出这两张图片 有什么区别 这一个火烧的挺旺 另一个烧的就不那么猛 那大家会选哪种情况呢 哪种火来围呢 我们互动群真的有好多这种 有经验的围炉爱好者 叫花花的朋友说了 一定要选第二个 就是火烧的不猛的那个 不然这个炉子上烤的花生啊 红枣啊 桂圆啊 就变成黑鸽的了 还有叫大叔的朋友说了 我是有多年的烤串经验 都是一个道理 火旺的呢 我们得浇水 把这个火给扑灭 烧烤必须是微火 旺火 外焦啊 里头还没熟 那我们这边 两位网友说的 气势淡淡的 但说的对吗 当然我们在实际上 在这个烧烤的过程呢 愿意用这种 像网友说的第二种 第二个图片展示的那样 对 这样的小伙慢慢去熏烤的 但实际上这种 越是这种情况下 越容易产生烟化碳 我们知道碳火 在充分燃烧的情况下 主要产生二氧化碳 但实际上 在不充分燃烧 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产生一氧化碳为主 这一氧化碳吸入体内以后 它会跟我们 人体的血红蛋白相结合 产生太氧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是用来 传输氧气的 碳氧血红蛋白产生以后 它是不容易释放出来的 相当于把它跟氧气 来竞争血红蛋白 导致正常的血红蛋白 没法去传输氧气 人体内如果太氧血红蛋白的 浓度达到百分之十到二十 人体就会产生头晕 头疼这样一些 迷糊恶心这些症状 如果是吸入的 氧化碳的浓度更高 打到太氧血红蛋白 打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那就出现更严重的一些反应 如果还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人就可以昏迷 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多地的消防 其实都做过测试的试验 你看就是在室内围炉煮茶 然后检测一下 这个屋里边 一氧化碳的浓度 咱们去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测量的指标是多少 我们这次测的呢 就是碳不完全燃烧 发出的一氧化碳 达到五十ppm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出暴净 我们测出来的浓度呢 是已经超过三百了 说明一氧化碳浓度是非常高的 好 现在我们把窗户打开 大家看 一旦我们行程通风了 我们的数值从四百 就在一直往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 消防测试的结果显示 环境很重要 包老师说的这个对了 我想起了 你知道虽然咱是烤串的经验 对 咱是在外边 对 在这个在院里头 对 咱去烤串的 对不对 咱没院 下回上我家 这样我还真就不给你抵掉 对啊 而且就算不是在院里 你看大多数人 比如说是一些什么小烧烤 帅羊肉 在饭店的话 也是会打着排风 没错 其实在通风的情况下 一氧化碳的浓度 相对还是会比较低的 这样也是增加了安全性 在此要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享受 这种围炉煮茶的惬意 那就一定要注意通风 排风 开窗户 甚至说在室外来进行 提示大家一句 这个事儿 围炉煮茶这个环境 挺惬意的 但是不要轻易复刻到自己家 如果到自己家里要整这种氛围感的话 一定要通风 接下来咱看这位 也喜欢在家里边吃点烧烤 这位朋友 他提了一个问题 我吧 倒是没在家围炉煮茶过 不过我经常跟我老公在家烤肉吃 以前用电烤煎肉 但是觉得没有碳烤的有滋味 我看现在网上卖的最多的是环保的无烟碳 这种碳安全吗 无烟的话还容易氧化碳中毒吗 健康易身轻 下节更精彩 十个人里边有八个人都有 蛀牙真是太常见了 疼一疼 治一治 这种掉以轻心的思想 大家要改一改 经检查发现 小小因蛀牙没及时治疗 引发了脑浓肿 什么样的蛀牙 可能咱们得注意的呢 我们需要警惕几个关键词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易身轻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 随时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四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包一军医生 欢迎包老师 欢迎包老师 大家好 广告之前我们说了 有一位爱在家烧烤的朋友 发现个新情况 我吧倒是没在家 为了煮茶过 不过我经常跟我老公 在家烤肉吃 以前用电烤煎肉 但是觉得没有炭烤的有滋味 我看现在网上卖的最多的是 环保的无烟碳 这种碳安全吗 无烟的话还容易氧化碳中毒吗 实际上这个无烟碳呢 只是产生的溜化物要少一些 如果是在不完全燃烧 尤其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同样可以产生一氧化碳 也就是同样面临着 一氧化碳中毒这种风险 所以即使是无烟的碳 在使用过程当中 也还是要在通风的情况下 这种环境下来使用才可以 一氧化碳的低剂量的 这种中毒吸入的话 可能你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 只是觉得人好看了 小脸红扑扑的 然后嘴唇是那种樱桃的 桃红色的 就看上去这个人特别漂亮 好看 如果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刚才您提到的 其实应该是中毒的程度 算是轻中重来分的话 它算是中间的中 中型的中毒 因为轻的时候 可以出现头晕头脾这些症状 中的时候皮肤症状出现了 那再严重人就可以昏迷了 怎么办呢 一旦我们一起围楼主查的茶友 发现了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 比如说通风 把它转移到空气流通 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去呼叫120 让120专业的医务人员来处理 同时在120到达以前 我们把它领带或者是衣服 领口解开 保持呼吸道通畅 在这个前提下 要注意意识状态怎么样 甚至说心跳有没有问题 如果出现甚至严重到吸飞功能 都心跳都停止 那肯定是要进行吸飞复苏的 这些必要的一些旧的措施 但最重要一点 首先要给它移到 这个通气通风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脱离那个环境 没错 接下来这个事 上年纪的朋友 咱们说的事 十个人里边有八个人都有 这个就是蛀牙 那太对了 您看我这有份数据 就说我国五岁儿童 驱使欢兵率为66% 35到45岁年龄组的 驱使欢兵率为88.1% 65到74岁年龄组的 欢兵率为98.4% 这个蛀牙真是太常见了 大伙可能觉得蛀牙不是啥大事 从小的时候吃糖多了就蛀牙 但是疼一疼治一治就完事了这种 这个掉以轻心的思想 还是建议大家要改一改 因为你看到下面这个事之后 你可能就会提高警惕了 八岁的小小和一叶奶奶 住在广东和园农村 一年多前小小有了蛀牙 家人觉得孩子蛀牙很正常 也没有在意 而这一年多来 小小的蛀牙总是反反复复的疼痛 有时还会流浓 孩子偶尔也会觉得 自己的口水臭臭的 甚至苦苦的 一个月前小小突然发烧头痛 体温达到38.6度 还呕吐 家人把小小送到了医院 经检查发现 小小因蛀牙没及时治疗 引发了脑浓肿 50岁的孙女士 是广东赵庆的农民 身体一向接触的她 常年忙碌于天间 从去年12月8日开始 她就头痛 发热 乏力 浑身不舒服 孙女士以为是普通的感冒 但在接下来近十天的时间里 她左边的手脚相继抬不起来 连梳头 端丸都没办法独立完成 这下孙女士 以为自己得了脑中风就去了医院 可最终查明她得的是颅内浓肿 而罪魁祸首竟有可能是她的一颗蛀牙 脑浓肿这听着可不像小事啊 我特别注意到第二条新闻 这个孙女士 她之前怀疑自己是得了脑中风 那这个脑浓肿不比脑中风这个后果轻吗 是这样的 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谈过脑中风 它是一种急性的脑球管病 有的时候会危及人的生病 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谈到脑浓肿 同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蠕内感染性的一个疾病 这疾病同样对人的生命会产生危险 浓肿其实是 往往是病原体感染以后化膿了 产生一些膿性的一些破坏性的一些结构 那在卤内能产生 也同样可以产生脑种 这些脑种的产生会导致脑组织的破坏 产生一些细菌分泌 或者细菌产生坏死的一些东西 同时它本身又形成一个 像这样一个脑种的腔 然后里面是一些坏死的脑液 然后周围会产生的脑组织的水肿 所以我们把它发生在卤内 称之为脑脑种 这脑脑种的发生 主要也是它感染的途径 其中有一条就是跟牙齿 包括牙周的脑种 可能会带来一个 像卤内波散的一个问题 所以跟取齿还是有相关性的 可能有取齿的 或者是有蛀牙的伙伴 大家可能心里都悬着的 说我就有牙不好 但我会不会脑脑种呢 大家也可以把心弦放到肚子里 我们来说一说 新闻里面这二位 最后他是什么情况 经过专科的医生的治疗之后 他们是顺利出院了 逐渐康复了 咱们话说回来 两条新闻里都说 是因为蛀牙引起了脑脑种 您在实际工作当中 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吗 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例子 刚才提到新闻当中 这两位病友应该是 还是比较幸运的 恢复的也比较好 所以离出院 但实际上 这个疾病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 还是非常的麻烦的 因为尤其在感染发生以后 可能需要长时间的 这样的一些治疗 甚至包括开轮手术 钻控野瘤 野瘤农业 所以这个治疗过程 其实是很纠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在出现一些趋齿 这样一些表现的时候 不要掉以轻心 要及早地去控制它 要说有蛀牙的人可太多了 让大伙心里都嘚瑟呀 这个为什么蛀牙 就可能会引起脑农肿呢 大家看到这是一颗牙 住了 还是挺可爱的一颗牙 但这个牙已经被破坏了 也就存在细菌感染的风险了 但一旦感染发生以后 我们知道牙的位置 这个区域是位于河面部 那这个感染发生以后 这个农业就可能通过血液循环 尤其是静脉系统 回流到卤内 产生一个卤内的感染性的疾病 甚至包括脑农肿的出现 这个临床当中 还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它是不是有点像 咱们三角区不能挤的道理一样 没错 其实它俩是有相似的地方 主要是这个河面的区域的 静脉回流 静脉的交通 跟卤内是相同的 这种情况 如果挤压河面部 就会产生这个静脉血的逆流 引起静脉血回流到卤内 跟卤内产生沟通 而引起卤内感染 您说静脉 刚才说通过我们的这个 面部的静脉 渗透到脑子里边 其实静脉我们知道 全身都有静脉 对吧 但是为什么蛀牙引起的 口腔里边的感染 它就能这么轻易地 去损伤大脑 而不容易到其他的器官 其实我想起来个事 在以前说 不能靠三角区的时候 就说面部它这个静脉 比较特殊 没有把门的 对 您提到这个把门的 我们叫门神 其实就是静脉痘 但是静脉痘呢 比如说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反流的 比如说我们下肢 就静脉是有这样的静脉痘的 因为在重力的作用下 这个静脉痘能防反流 加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肌肉本身是这种活动 会像一个蹦的功能一样 把静脉血向心脏方向来蹦入 所以这个静脉痘能起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防反流的作用 在聚抗这个重力 但对于面部来说 面部是这个静脉 是没有这个保护性的 这种静脉痘的 这是因为面部 因为处于心脏的高位 它本身重力的作用 会有利于静脉回流 对 所以它没有这样的 一个防法流的痘 这就决定了 我们在牙龈的感染 或者是这个牙周啊 牙周浓肿这些疾病出现 甚至说三角区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接种 在去挤压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一个 没有对抗的这样一个回流 或者是逆流 会容易进到卤内 产生一个感染的问题 畅通无阻 对 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出现了 这个脑浓肿的话 一般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和症状呢 浓肿多数情况下 我们认为是细菌的 微生物的感染 如果我们脑浓肿 一旦形成了以后 浓肿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在地方的一个病变 我们叫在胃病 那浓肿本身它可以在胃 可以周围有水肿 人就可以出现脑膳那种 极端的一些情况 头疼 恶心呕吐 发烧 甚至脖子很硬 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都可能出现 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出现人可以昏迷 那要说有蛀牙的朋友 可太多了 什么样的蛀牙 可能咱们得注意的呢 可能蛀牙的很多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 几个关键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 因为它本身除了牙齿本身以外 有可能是这种感染化膿 它可能经过血液 经过我们的静脉系统 回流到卤内 产生卤内的感染 甚至包括脓肿的产生 包老师 那是不是不光只有蛀牙 容易引起脑浓肿呢 没错 其实不光是蛀牙 我们的比如说耳朵的问题 实际上是中耳炎 或者有鼻子不通气 总流鼻涕 有鼻肚炎 这些都可以通过颅底 或者是颜骨的破坏 而导致侵入到卤内 产生卤内的脑浓肿 而实际上这样的病例 并不少见 所以大家如果出现 河面部的感染性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蛀牙 化膿 或者是皱眼炎 鼻肚炎 这些情况出现了 必须得尽快就医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肌肝是144点起 有人说这个 是深属的一个前期表现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是来自于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肾内科主任 李德天医生 那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呢 今年51岁 牙膏 就去医院就做了个检查 厌血液料 最后呢发现那个 肌肝是144点起 血尿酸 血尿酸呢 560起 就现在呢 明显感觉到脚 有了关节有点痛 有了感觉 脚呢 腿呢 还有轻微的肤肿 有人说这个 这个是深属的一个前期表现 你那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吧 51岁 十几年的高血压 最高血压多少 150 150 160 平时血压多少 我吃完药以后 空腹在140以下 140以下也是偏高的 你自己量 你这个不是肾衰的前期 你是进入肾衰期了 如果肾衰分成五期的话 你大概是在二期 甚至三期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你是三期 因此呢 你得去医院看 有两个原因导致你肾不好 一个是尿酸高 一个是高血压 你血压和尿酸都导致肾损伤 你现在的脚趾头疼啊 这个腿疼啊 非常可能500多的尿酸 是我们叫做痛风 痛风呢 有痛风性关节炎和痛风肾脏 所以你这个需要到医院 做一个仔细的评估和考察 有可能会做影像学检查 也可能建议你做个肾穿次火解 这个不能掉以轻喜 李老师 我刚才注意到这位朋友 他说他一些鸡肝膏 还有血尿酸等等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的话 可能我们普通观众不太理解 它代表着什么呢 鸡肝膏就代表肾功能损伤了 尿酸膏也是肾功能损伤的点 也是我们说痛风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是这样 那您是说 它这已经是进入到 比较中前期的阶段了 对 起码是中期的一个生存伤 中期的生存 早期生存伤 鸡肝都不高的 正常人来说的话 鸡肝大概是多少是正常的 各个医院化验值不一样 因为女性比男性略低一点 一般的都是在100以下 每个单位的化验不一样 得看它那个单位检验的正常值 不是个绝对值 但它140 50 150几 这一定是高了 齐黄小锦囊为您的健康养生来帮忙 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主任 王树鹏医生 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王老师 最近很多朋友给咱留言 说什么呢 说刚过了年 元宵节 这些节刚过完 天天吃的都挺好 但吃完就闹心 感觉全堆在肚子里边的 然后排除了挺费劲 就都整成便秘了 这种便秘在冬天最常见 这样的人平时感觉哪哪都干 特别是吃点热的辣的 比较肥腻的肉之后 便秘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您今天带来的一个小锦囊里边 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那是当然的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可真认识 莱福子 没错 它就是莱福子 莱福子能够降气 之所以便秘就是气不往下走 用莱福子可以起到很好的降气通便之功 它可以帮这样的朋友降气润肠 让肠道滋润 通常缓解便秘 那该怎么用 用多长时间呢 莱福子15颗 水煎30分钟 分两次服用 早晚服 吃一周 好了 今天的齐黄小锦囊 养生小名方 就给您推荐到这了 如果您没记下来也不要紧 微信扫码 关注健康医生青的公众号 当天的推送里边 就收到我们节目的文字版 今天节目到这了 请您别挑台 明天的精彩 先赌为快 网友就说了 说刘